一間由原住民營運的水上飛機公司 已經在今年開始於溫市中心港口增添新航點 沙漢南報道 這間名為Goof Island的水上飛機公司 所增設的新航點 位於溫哥華會議中心西域旁邊 公司創辦人表示 在溫哥華港口增設基地 有利於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擴展業務 同時便利更多乘客 有幾年來我們談判到溫哥華的地區 我們談判了 我們談判了VHFC的管理組員 我們簽了一個合約 現在我們在這裡 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路程 到Hornby 所以是北京的Golf Island 該公司亦都在溫哥華國際機場 以及鄰近Nanaymo的Gabriola Island設立航點 而來往溫哥華港口的機隊裏面 就包括兩架可容納五名乘客的Beaver型號 以及一架可容納九名乘客的Caravan型號 而其中一架Beaver是經過數碼藝術家 Tom Spetter的設計 機身畫上一隻雷鳥 一條閃電射 以及一張代表乘客的面部 而公司標誌中央 就畫上Base西北部Stayardens三封的外貌 以對公司另一名共同創辦人 Alison Evans的出身地致敬 新時代電視 蘇學南報導 就算 非常出動 是